属狗冬季是萧狗朋友的开运季节 运势由之前的不尽人意转为可喜可贺 生意兴隆 和气生财之余 还能拥有越来越广的交际面 贵人越来越多 12月是正式进入冬季的月份 天气虽冷 萧狗朋友的运气却如日中天 属猴12月5日到来 在这个月份到来之际 萧猴的朋友观运亨通 转运在即 一年里所有的不如意都将抛到九霄云外 开始全新的生活 事业上灵感颇多 进步飞快 财运更是如鱼得水 收获重金 年终奖一麻袋不夸张 属兔12月5日是萧兔朋友扬年末尾的再一次转运 无论之前有任何的不快 在12月到来之时都能顺利化解 平安幸福 收获喜乐 钱财不缺 时有横财入 使得萧兔的朋友长得笑口常开 冬季虽冷 但如果能多参加朋友聚会 与大家交流则更利于自身事业与贵人运 好运还能延续到明年 生肖猪一生福气满满的萧猪人 很少会遇到什么大风大浪 更多的时候都是顺风顺水 大富大贵的 尤其是在这个月他们有可能得到了贵人的帮助 能够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甚至是改变工作模式 以此来克服工作上的困难之处 突破瓶颈 在事业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试图一片光明 就此裁员滚滚而来 存款暴增 生肖蛇也许在之前的一段时间 生肖为蛇的人做什么都感觉走小人作祟 运势受阻 不过这样的情形在近期能够得到很大的改善 在这个12月创业的销蛇人能够迎来自己发展的新机遇 有可能在朋友的推荐之下 发现了新商机 通过自己的不断观察 在关键的时候进行投资并妥善经营 到了月底营业业机会大幅度上涨 能够大赚一笔 真是可喜可贺